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刚刚我们编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要你自己去编 自己会记得 我们刚刚编的故事 让整个十大理论产生了关联 所以我们藉由 把这个故事的画面想像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十个该记的东西记起来 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刚刚使用的这个方法 第一个你要先观察你的资料 做简单的分类分析 然后看看他们有哪些关联 所以你在十个常见的理论里面 你找到他们有生物跟非生物 然后有陆海工的东西 然后生物有食物链的关系 那利用这些关系 我们可以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去产生那个故事的连结 或者是画面 那这里面 比如说场景一刚刚讲 螃蟹捕蝉 黄雀在后 你可以把他们这四个生物 都把他连在一起 然后 到妙林女子在木桶里面洗澡 然后第三个场景,羊在吃草被刺蚁吓到 这三个画面,然后回到前面的场景 那个羊被刺蚁吃到之后,被惊吓,然后让大家都吓到 所以那个破坏第一个画面,羊羊补偿,王雀在后那个画面 破坏了之后,而且手上的手表飞出去,打破了窗户 这样一个故事,编出来这样一个故事之后 最好是能够很夸张的情节 然后眼睛最好闭起来,然后去想像那个画面 想像画面的场景跟故事的经过 这是叫做冥想记忆 透过你这样编出来的一个故事,一定会让你非常的印象深刻 在脑袋里面留下很重要的印象 所以当我们在背诵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这些指向 刚刚那些指向全部收掉 收掉以后,眼睛闭起来去冥想刚刚的画面 跟整个故事的情节 然后一边冥想一边把内容都讲出来 然后讲出来之后呢,最后要打开你的那些指向去核对 是不是都想到了 如果没有想到呢,哪一个漏掉 你就全部打开来看一下漏掉哪一个 然后再稍微记一下,然后再把它收起来再一遍 如果你全部的故事都讲出来 而且指向都讲出来 代表你对这个整个内容就非常的 记忆就非常的深刻 好,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技巧 各位就是常用 常用的话呢 它可以帮助你很棒的把它把该记的东西给记起来 好